今天我们来讲龙珠剧场版第11部 燃烧带劲吧 乐战 猎战 超级战 大家好 我是全书 故事一开始南银河这边就遭到攻击 北界王很担心这样下去 北银河也会出现问题 这个时候悟空而琪琪正在排队面试 琪琪想给悟饭报一个好的补习班 这个补习班要先考核家长情况 另一边布马和克林他们正在赏樱花 龟妻人士已经喝醉了 这个时期布马已经生了小特安克斯 而此时悟空他们还在排队 琪琪一直叮嘱悟空要好好回答问题 感觉还要排好久的样子 再回到赏樱花这边轮到克林亲情献唱 大家也是听得目瞪口呆 接着一艘宇宙飞船突然降落在附近 上面下一堆人拜见贝吉塔 围守的是赛亚人柏拉加斯 这个时候悟空他们终于面试上了 不过北界王突然联系悟空 事关存亡他要悟空赶紧过去 于是悟空就在众人面前瞬间移动 看来这次的面试是黄了 悟空一来到界王这边就立马要吃的 另一边伯拉加斯正在邀请贝吉塔 去新的贝吉塔星座国王 就得那个被弗莉莎炸掉了 他希望贝吉塔可以穷镇塞亚人雄威 在看到贝吉塔没有什么兴趣之后 他又说只有贝吉塔可以打败 传说中的超级塞亚人 新的贝吉塔星位于南银河中 纳尼正遭受到传超的破坏 特安克斯这时想要阻止贝吉塔 不过贝吉塔听到这样反而决定要去 伯拉加斯来邀请特安克斯也一起 喝醉的归线人也跟得上去 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发了 此时悟空正在界王这边大吃大喝 界王找他来也是因为 南银河出现传说中的超级塞亚人 他把南银河搞得乱七八糟 貌似下一个目标就是北银河 所以界王才希望悟空可以去调查 一听到对方是高手悟空就很兴奋 不过界王并不知道具体位置 所以悟空只能先寻找 南银河中塞亚人的气息 然后通过瞬间移动过去 不过他来到了却是一处废墟 这里竟然还传存有塞亚人的气息 看来这个对手确实十分强大 另一边贝吉塔他们到了新贝吉塔星 路上伯拉加斯莱一直跟贝吉塔说 他的夙愿就是辅佐贝吉塔称王 对了归线人到现在酒还没有醒 回到宫殿里大家开始欢迎贝吉塔 他们都是从银河各地招来的坏蛋 另外伯加拉斯的儿子布罗利也在 他也是随时停后贝吉塔拆遣 这时有人来报在托拉卡马星 发现了传说中的超级塞亚人 贝吉塔不顾特兰克斯的劝阻 带着布罗利就坐飞船过去 之后克林和乌范他们开始调查这个星球 这里的环境看上去并不怎么样 他们不理解为何要在这里定居 接着他们又发现远处正在开采能源 这些能源是支撑宫殿日常使用的 乌范他们在这里劫持了西摩亚 西摩亚的家乡被船超破坏 接着就被带来这个星球做苦力 乌范他们看不下去兼功欺负弱小 于是准备出手帮忙 就在克林得意耍拳的时候 他不小心走到了瞬移过来的悟空 他是追踪塞亚人的七夕过来的 这个时候伯加拉斯出现 他一眼就认出悟空是巴达克的儿子 毕竟长得一模一样 随后他就请悟空他们吃大餐 晚上大家还把食物分给西摩亚他们 特兰克斯也确认了 袭击西摩亚家乡的并不是伯加拉斯 此时伯加拉斯正在观察彗星 他明显是早有预谋 在被一个属下发现之后 伯加拉斯顺手将其干掉 接着贝吉塔尔布罗利无功而返 那里并没有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 悟空在走廊跟贝吉塔打招呼 贝吉塔扬言传超必须由自己打败 之后悟空感受到了一阵敌意 那是由布罗利身上发出来的 伯加拉斯看到情况想要阻止 不过布罗利和悟空的对峙还在继续 突然龟西人过来跟伯加拉斯说 这里很无聊他想要回到地球 慢慢的布罗利也恢复了常态 随后伯加拉斯赶紧去检查 他的控制器到底有没有问题 从数据显示来看是正常的 所以伯加拉斯不明白 布罗利刚才为什么会失控 原来布罗利拥有惊人的破坏力 随着年龄增长性格越来越难控制 于是伯加拉斯才让科学家 制造了这个人控制布罗利的装置 并趁儿子睡觉的时候把他戴上 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地控制布罗利 但是今天和悟空的相遇让他想起 布罗利和悟空是同一天出生的 布罗利一出生战力一万 而悟空只有二 隔壁床的悟空当时被吓得不轻 而布罗利则被悟空的哭声吵到崩溃 所以他一见到悟空就会十分生气 深夜他终于意识不住自己的愤怒 开始疯狂地攻击悟空 他们从宫殿打到了外面 布罗利一瞬间爆发出了惊人实力 接着在布罗利冲向悟空时被踢了一脚 不过他并不在意反而越打越兴奋 很快悟空的攻击不起效果 而布罗利再次提升自己的实力 悟空当时感受到的就是这股气息 这时伯拉加斯过来想要阻止儿子 悟空这才明白那个传说中的 超级赛亚人就是布罗利 接着伯拉加斯控制住了布罗利 并将他带回宫殿休息 第二天早上贝吉塔想要回去了 因为等了半天都没有敌人出现 而伯拉加斯则极力挽留贝吉塔 此时布罗利的表情开始产生变化 因为他感知到悟空就在前方 悟空是来告诉贝吉塔真相的 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就是布罗利 伯拉加斯这个时候还想狡辩 随后特兰克斯也过来揭穿骗局 这颗星球根本就不是为了定居准备的 伯拉加斯说的都是假的 同时误犯他们也把西摩亚带来了 西摩亚一眼就认出 布罗利就是那个破坏他家乡的人 这下伯拉加斯也不再伪装 他之所以选择这颗星球 是因为知道会有彗星撞击这里 所以才把贝吉塔引过来想要消灭他 伯拉加斯真正的目标是占领地球 因为那里的环境才最适合居住 所以他不能把战场定在地球 靠着布罗利的实力他想称霸全宇宙 然而此时布罗利眼中只有悟空 他受到超猜状态贝吉塔的攻击 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接着贝吉塔又丢出一个气弹 虽然爆炸威力很猛 却依然无法伤到布罗利 接下来布罗利开始提升自己的气 伯拉加斯这边已经阻止不了了 一瞬间天空变暗电闪雷鸣 只见布罗利凝聚出惊人的力量 他终于变身成传说中的超级塞尔人 贝吉塔被吓到变回常态 布罗利的首要目标肯定是悟空 悟犯急忙过来帮忙 然而眼前的布罗利并非一般强敌 悟空赶紧带着悟犯躲避攻击 紧接着特兰克斯也过去帮忙 目前只有贝吉塔一个人万念俱灰 他觉得所有人都会被干掉 而伯拉加斯说只有纯种塞尔人 才能本能地感受到布罗利的强大 现在的布罗利不把整个宇宙毁掉 是不会平息自己的怒气 伯拉加斯还说出了自己 为什么要干掉贝吉塔的原因 当年贝吉塔的爸爸知道布罗利 一出生就有一万战力之后 就决定要将布罗利抹杀掉 同时还攻击来求情的伯拉加斯 主要是担心布罗利长大之后 会影响贝吉塔的地位 他将两父子扔在尔拉基堆 之后遇到弗利萨消灭贝吉塔星 布罗利靠着惊人的潜力自救 从那之后伯拉加斯就决定要报仇 此时布罗利正肆无忌惮的攻击 悟空他们也变成超赛状态准备回击 结果布罗利分别给出一招 就将三个人打飞 眼下的情况相当不妙 就在悟空他们准备第二回合时 龟线人他们突然掉落在旁边 我们就当作是缓和一下气氛 看到悟空他们先入苦战 龟线人竟然想要出手帮忙 结果应该是他还没有醒酒 接着布罗利看到西摩亚他们 他在众人面前丢出一个气氛 直接毁灭掉西摩亚居住的星球 给别人带来绝望让布罗利十分开心 接下来第二回合开始 布罗利一招便解决掉特兰克斯 悟空让悟犯赶紧撤退 他准备独自一人面对布罗利 结果却被布罗利一脚踢进石头里 接着布罗利又找到撤退中的悟犯 他还一个气氛就将悟犯打到墙壁中 然后又阻止前来救援的悟空他们 接着悟空重新起身想要营救悟犯 奈何布罗利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他用连续气氛将悟空再次打飞 不止如此布罗利的气还在提升当中 实现他升到空中来了一招爆破流星 散落的气氛攻击着星球各地 释放完能量之后他似乎好了一些 而悟空特兰克斯的悟犯都在昏迷中 就在布罗利打算先干掉悟犯的时候 一颗气氛飞过就下悟犯 除了比克全书抢不到别人 比克带着仙斗救下大家 他是因为听到悟空而借王的谈话 所以才带着仙斗随后过来的 布罗利这边倒是不在意比克在干嘛 此时那颗彗星已经快撞过来了 而我们的王子贝吉塔还是一动不动 克林他们则是坐着比克的飞船离开 接下来比克也一起加入战局 悟空率先攻击布罗利应对自如 再加上一个比克也是一样 在布罗利将他们推开之后 似的悟犯一起发动魔闪光 比克本想趁势攻击 结果却被布罗利一脚踹飞 之后布罗利一个气弹 将比克打到了贝吉塔这边 起来的比克抓起贝吉塔要他战斗 然而贝吉塔已经完全丧失斗志 随后比克强行把贝吉塔带过去 贝吉塔不明白为何打不过还要打 这里其实有点人设崩塌 印象中贝吉塔是骄傲和不屈的 无奈的比克丢下贝吉塔继续战斗 悟空现在只能是勉强支撑 布罗利迈着轻视的脚步朝他走来 悟空近距离给了一个龟派气弓 结果依然没有什么用 只见布罗利抓起悟空问道 刚才放的是什么东西 随后又给了悟空一拳 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 看到这里贝吉塔终于忍不住了 下级战士都在拼命奋战 自己这个王子怎么可以退缩 他全力攻向布罗利 奈何对手的防御实在太强了 赶来帮忙的特安克斯被一拳打飞 接着布罗利用贝吉塔砸出一个研盘 论打脸最快的可能还是贝吉塔 此时伯拉加斯正准备坐飞船逃走 毕竟现在布罗利也不会听他的 所以他打算留布罗利跟星球一起消失 结果就在他坐上飞船的那一刻 布罗利已经看穿了一切 他直接将伯拉加斯给干掉了 目前还用战斗的就只剩下悟空 比克提议大家把力量分给悟空 毕竟现在元气弹肯定是用不上了 比克和悟犯首先给出力量 可惜这样的悟空连防护罩都打不破 接着特安克斯也开始传输力量 悟空再次攻向布罗利 结果还是一样 大家的力量还在持续不断传输 那颗彗星也越来越近了 而贝吉塔这边就是不肯帮助悟空 眼看悟空就要撑不住了 贝吉塔终于站起来传输力量 这次悟空接下了布罗利一拳 而其他伙伴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当把一个对手写得太强的时候 他就免不了要接受巨型杀 此时那颗彗星已经快撞上了 这颗星球也开始分崩离析 悟空其而所有同伴之力给出一拳 这一拳打穿了布罗利的腹部 就这样布罗利被打败了 悟空在最后一刻带着大家 用瞬间移动逃生 他们都安全回到地球 然后这一部剧场版就结束了 我是全书 下期来看龙珠剧场版第12部 银河千军一发 伸手不凡的高手 我们下期继续